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狐狸猫今天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其中有一个项目是抽血 狐狸猫发现 护理师抽出来的血液 原本是鲜红色的 但经由一个机器快速旋转以后 血液居然产生了分层 护理师阿姨解释 这台机器是离心机 利用快速旋转的离心力 将血液里成分不同的物质 做出分层 而且不会改变里面的成分 所以这些分层 是不是就表示 血液里面有不同的物质呢 是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 人体血液的组成与功能 在上一个单元中 我们知道人体血液循环 是经由血管运送血液 而血液可以承载身体所需要的物质 至身体的各个部位 在微血管内进行物质的交换 并且将细胞制造的废物载走 简而言之啊 人体里的血液会负责载送维持身体运作的所有物质 而人体的血液分为上层的血浆 与下层的血球细胞 血浆的主要成分为水 还有养分 抗体 激素以及其他代谢废物 像是二氧化碳或是尿素等等 而血浆的颜色为淡黄色 将血液离心以后会位于上层 接着我们来看看离心后 位于试管下层的血球细胞吧 这层的颜色看起来呈现深红色 而血球细胞包含了红血球 白血球与血小板 让我们一起来研究这张显微镜的图示 我们看到的红色圆形就是红血球 它没有细胞核 表面有一个凹槽 从侧面来看 呈现一个双凹圆盘状 就像是中间有一层薄膜的甜甜圈 狐狸猫这时想起 我们的血液是红色的 难道是因为血液里面的红血球 数量很多的关系吗 没错 人体的血液里面啊 最多的血球细胞就是红血球 而红血球中含有血红素 血红素可以跟氧气结合 攜带氧气 并且送到全身的每个部位 供给身体各个部位所需要的氧气 接着我们来练习一下 请问人体内的红血球 是负责运送什么物质呢 答案是C 人体内的血液分为血浆与血球 血球里面的红血球 是负责运送氧气到身体各个需要氧气的组织 而人体内的养分与废物还有激素等等 则位于血浆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血液里面的白血球 透过显微镜图片啊 我们可以看见白血球相较于红血球 它是呈现较大的圆球状 白血球里面具有细胞核 在血液里面是最大的血球细胞 但它的数量却是最少的 白血球的功能就像身体里面的军队一样 可以抵抗入侵的病原体 白血球可以借由变形虫运动来改变形体 穿透围血管进入组织间 吞噬入侵的病原体 有些白血球甚至可以产生抗体 来对抗病原体 因此白血球在人体里面 担任着防御的角色 当人体被病原体入侵时 白血球数量会增多 迅速消灭这些入侵者 使身体赶快恢复平静哦 说到这边 狐狸猫想到 在看抽血检查报告的时候 都会看白血球的数量 是不是超过指标 用以作为判断身体 是否正在遭受病原体攻击的依据 遭受病原体攻击的身体 会产生发炎反应 而发炎反应的身体 白血球就会有增多的趋势 原来就是因为这样的道理 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大家啦 假如狐狸猫被刀子割伤 几天以后伤口因为感染 而红肿发炎 此时它体内的哪一种细胞 会显著增加呢 A 红血球 B 白血球 C 肌肉细胞 D 保卫细胞 答案是B 人体内的白血球 负责抵御外来的病原体 所以在身体有伤口时 数量会增多 红血球负责氧气的运送 肌肉细胞可以收缩 使身体产生动作 而人体里面 并没有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大多位于植物的叶片表面 是负责调节气体 进出植物体 以及水分增散出去的守门员哦 在血液里面啊 还有一个不规则状的血球 叫做血小板 血小板没有细胞核 在显微镜下 可以看见它是呈现不规则 而且破碎的形状 体积是所有血球细胞当中最小的 它主要是在受伤流血时 负责将血液凝固 以免人体因为有伤口 而流失过多的血液 狐狸猫想起 有一次皮肤稍微化破的时候 血液会从伤口不断地流出 而此时我们最需要的 是找东西盖住伤口 避免血液再流出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会发现 伤口的血液止住了 并且开始结痂 这就是因为血液中 血小板的努力 我们才可以快速凝血 使伤口不再流血哦 课程到了尾声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 血液由血浆和血球细胞组成 血浆的主要成分是水 可以携带溶于水中的养分 激素 及代谢后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物 血球的种类分为红血球 白血球与血小板 红血球的形状呈现双凹圆盘状 是三种血球细胞里面第二大的 而它的数量是最多的 没有细胞核 主要功能是携带氧气至身体各个部位 白血球则呈现圆球形状 是三种血球细胞里面最大 但数量却是最少的 它具有细胞核 可以进行变形虫运动 穿透微血管 主要的功能是吞噬病原体 血小板呈现不规则的破碎形状 是三种血球细胞里面最小的 数量仅次于红血球 它没有细胞核 主要是在人体受伤时进行凝血的动作 好的 今天的课程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啰 最后给你们一个小问题想想看 电视剧当中常常出现男女主角 因为血癌而逝世 同学们你觉得血癌 是因为血液里面的哪一种血球细胞 出现问题所造成的呢 是红血球 白血球 还是血小板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留言在下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啰 拜拜